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吗 你看是陈银雀啊 纪献林啊 对 没错 德国学者他那种啊 那种那种书呆子气啊 你到底是夸的还是什么呀 也是夸 也是夸 我呀很留意邱老师的动态 那天我看他做友报天天读物 他有这个未尽之言 他说最近我去了一趟这个欧洲 说中国和欧洲也没有什么冤仇对吧 但是为什么现在欧洲人 其实是德国人对于中国有种种的看法 他说我这次去啊 跟他们那儿的这个人士啊 讨论了一下 说我会在另外的节目里说一说 我一想不就是说我们的吗 然后闻到就到处发现新闻戏 然后一小时以后到处就给我打电话了 德国方面咱们最近知道很多情况 你说我就问个最俗的问题 他们现在跟我国还友好吗 当然有好没问题啊 你说的是什么话 这边还有些不和谐的 你去问我们使馆的官员也好 你去看看德国的企业也好 哪怕你去看看每天来往 中德之间的这个班级也好 爆满 每天都爆满 而且留学生的往来 人员之间的往来 老百姓的往来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但是后面有文章 但是后面你如果说 一涉及到一些敏感问题 大家如果说双方互不相让 那就可以吵得不可开交 这种激烈的程度超过中国和美国 这种激烈的程度超过中国和日本 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因为美国和日本 那日本我们就不谈了 日本跟中国千丝万缕的恩怨太多了 美国它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 它一体两面 它一方面可能是自由民主 另一方面它在关键时刻 它可以显示出它非常实用的一面 奥运会开幕式 谁都不来 欧洲领导人都不来 布什来了 对 对啊 然后呢 德国人跟法国人 尤其是德国人 德国人刚才你说不是书呆子吗 就呆嘛 呆嘛 一个人精道 如果说你那个说的 用书面语言来表达 就是直线式思维 他不会 他这个思维就像一个数字一样的 两旁没有其他 他只会看到那个地方 你这次在德国跟他们也吵得不可开交流 也没有吵得不可开交 就大家就交流嘛 就官方交流 什么问题呢 但是大家比如说有 有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 中国驻德的外交官 也有德国驻北京的记者 专门回到德国去交流 那我当然是一国两制了 我当然是一国两制 这处于两者之间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对欧洲有一些了解 就大家互相能够沟通一些 但我感触 对对对 我的感触就是欧洲人里面 尤其德国人为胜 就是欧洲本身就是他那种 那种理想主义色彩比较重 他可以在他的价值观外交和他的 他的这个价值观外交和他的利益外交之间保持平衡 但是假如不行呢 美国就会利益外交就会战胜他的价值观外交 就利益之上 但欧洲呢 有时候他宁可放弃他的利益 我也要坚持我的价值观 对 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左派 绿党社民党 对 所以毛泽东以前就在70年代的时候说过 当时斯特劳斯是绝对反苏反华 但他跟中国反苏反共 但是他跟中国很好 毛泽东当时就说 我更愿意跟欧洲的右派打交道 而不愿意跟欧洲的左派打交道 我说的一根筋到底 这个直线是有时候是蛮也蛮可爱的地方 但是这个中间是需要沟通 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他跟日本很不一样 日本跟我们是有救恨薪酬 薪酬不大多 救恨比较多 那么所以日本呢 在遇到跟中国有关的问题的时候 日本已经有一个太漫长的一个背景 跟经验来告诉他们 当中国跟他发声 比如说民间的那种冲突的时候 他要怎么处理 他要怎么办 他已经完全有方法了 就他的媒体各方面都已经有一套一套的东西在 那么欧洲这几年跟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 这有点像是新产生的东西 我想就这样 以前在德国念的时候就很了解 因为曾经有一度 就是比如说九十年代 十多年前的时候 欧洲对中国是很有好感的 尤其是法国 对中国充满好感 那么现在出现的这种民间的这种旗舰矛盾 是最近起来的东西 那这个最近起来的东西 他就跟日本不同了 他过去没这个 他就现在不知道怎么来跟你搞 对 就他说的为什么呢 你觉得最近到底有些什么旗舰呢 你在跟他们交流的 你比如说一个 当然中间有一些具体的契机 比如西藏是一个 乌鲁木齐新疆问题是一个 那假如说再往深层一点 就人权本来就是双方的一个 再往大的框架 就中国本来在崛起 欧洲作为也是西方的阵营的一员 这个西方阵营不一定是政治了 他作为西方文化世界的一员 他对一个东方的一个旁营大物崛起 他会有种恐惧 有种疑虑 然后当然这里面也有 因为我在讨论当中也很直白的 一开始大家都会纠缠一些细节 当这个中国方面的学者说 你们这西藏问题怎么怎么 对我们不公平 这个德国的记者就拿出 你们对德国的问题也不公平 我们也 他很精确 德国人的军确体验 我们做过量性的 定量定性的调查 定量调查 你们人民日报有多少篇东西 里面很少反映德国东西 里面有几篇东西 把德国已经扭曲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们讨论到现在一个半小时 所有还都是非常分散 非常浮浅 我们都在描绘现象 我们没有把所有这些现象 放在一个逻辑的框架当中 去试图找出一种答案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我们不要再去说什么 这个现象的描述 在一些枝节上在今 那么我觉得其实他文化 西方文化里面的一员 他就会有一种恐惧 一种担忧 对一个东方 这个几百年的一种熊 是重新开始苏醒了吗 他会有 所以后来我就直白的 我说这里面也必须承认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aspect 很小的一点 是西方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他的文化傲慢 在本来可能在上个世纪 你知道你知道过去几百年 西方可能一方面是帝国主义 一方面他有自由民主 也是一体两面嘛 上个世纪他的殖民主义 开始占据下风了 基本自由民主占了上风了 但是遇到中国这么一个 庞乱大悟的时候 他又开始茫然了 所以他的这种文化傲慢也好 这种欧洲西方中心主义 也好慢慢的赴上表层 虽然他们自己也不承认 我们没有的 我们怎么现在还有 还有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文化三文主义 其实他心里还是有 但这个也非常复杂的一种 很奇怪 就是他平常我们在中国 就严必称美国嘛 平常一骂西方价值观 什么一些人明明说 只是西方自己的东西 硬说普世价值啊 什么一讲这套的 其实都是来自欧洲的 对 我们一开始都是 集中骂美国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一点 美国的西方价值观 跟欧洲的西方价值观 他们的共同跟差别在哪 我们要知道 美国在布什的年代 当然他是很急切的 要输出他的一套东西 不惜用战争的方法 用各种强硬的手段 要输出他的东西 所以当时大家觉得 这个美国很讨厌 很霸道 但是我们要注意欧洲更特别 为什么呢 普遍欧洲老百姓 很讨厌布什的 所以他们欢迎奥巴马 但是我们要了解 欧洲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特别是现在欧盟出现之后 欧洲人会觉得 他站在了 人民进化的最高点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说他回头看 你们美国中国 都还停在那 讲民族主义怎么样 你看我们欧洲 已经开始往世界大同的方向走了 就等于启蒙运动以来的那种价值观 康德讲那个永久和平 他现在实现了 他现在欧盟已经达到 大家可以无国界了 我们真的是大途世界 已经往那个方向走 而且他多了不起 而且我去欧洲啊 两礼拜表面上看 他们也有理由这么说 这人的这个生活状态 感觉实际上全世界人民都羡慕 其实有一句话可能说出了 我们的观众不一定认同 就是中国和欧洲是处于 虽然中国的文明比欧洲要发达 要古老 但是我们从那个文明 先进发展的程度 我们还处于两个阶段 还有一次 我在替文道做那个 开决八分钟的时候 当时说了一句话 引起轩乱大波 没有引起 没有好好的阐述 这个我说 其实我说中国现在 不是就经济水平 而是就社会成熟程度 跟欧洲差一百年 甚至是一百五十年 很多人都说 我们从去年已经超过德国了 今年年底 说不定就能超过日本了 我说经济总量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看社会发展的 这个成熟程度 就是你工业化起来 工业化起来 必然会伴随着很多负面的作用 比如说农村的 大量的盲流进入 城市 环境 污染 城市的这个贫民窟 犯罪分子 社会冲突 贫富不均 等等等等 都起来了 这社会福利 那欧洲 尤其是德国 它基本上是1850年代开始 达到1870 1880年代 就是他改革开放 三十年以后 是吧 他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点点 我跟你讲 这个 但不用讲 欧洲 我也有这个感觉 绝不是骂中国 实际上 不是内地 你比如说 咱就从香港到深圳 这个关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说实在 我这些年看着 咱们深圳那个过关那边 这个技术设备 各方面的服务 水准 现在很好 甚至我觉得比香港都有过之 但是呢 你讲一个最细节的地方 现在不是弄那个猪流感吗 都填那个健康表吗 香港那边填的 每一支圆珠笔上 锁这个 掉这个链子 对 我们也是这样 每支笔上掉这个链子 可是呢 我在香港这边 总能拿着笔 在深圳那边 常常见到这链子 头那笔 不知道给谁揪走了 这笔有什么好拿的呢 没笔 这是人的素质吧 就是 在内地的很多城市 不是你能过关了 还欠之原始笔吗 你知道 就像我爸这样的 在中小城市 他比较有经验的 就是说 他一想起公共电话的印象 他就说 哎呀 那都得给砸了吧 那没人看着 不都得给砸了吗 听见吗 很多公共电话厅 在内地 你看到 甚至电话 不定给弄成什么样子 你看这些小的地方 你超不过的 你还差得远 文明发展程度 咱们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你在欧洲跟他们聊 你的感觉 就中国和欧洲 或者德国 它之间的这种分歧 你觉得是根本价值观 就是势不两立 还是说可以化解 完全可以化解 所以其实后来 我一开始上去 我就说 我说我们的冲突 是已经大家有目共睹了 但关键我们要 给的冲突定个性 我们到底是 本质上的冲突 战略上的冲突 所谓战略上冲突 就是我们会成为敌人 还是我们是 人性上的冲突 我认为是后者 而不是前者 中国和美国 国家定位不同 那一定是战略上的冲突 当然不一定 两者 两国家一定会成为敌人 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 已经存在的超级大国 中国是一个崛起 要追赶的超级大国 双方的国家定位 都是要成为全球的超级大国 那你说这一定会 早晚是要发生冲突 战略性伙伴关系 其实不光是伙伴 还是战略性传突关系 那中国和日本地区上 那么多恩怨勤仇 也会有问题 中国和欧洲呢 因为它的阶段不同 文明阶段不同 对欧洲来说 它的这种全球霸主的地位 这个时代已经老早过去 那是17到19世纪 当时什么 当时整个玩这种 Balance of Power 大国平衡游戏 所有的帝国主义的阴谋 全是欧洲产生的 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欧洲人玩这套东西 已经玩溜了 现在是跟你们美国人玩的时候了 是你们中国人玩的时候了 包括日本人 朝鲜人玩完了 欧洲现在已经追求 另外一种境界了 它以二流的国力 二流的军力 二流的经济能力 因为它社会福利很重嘛 但是换来什么呢 换来永久的和平 你现在从南斯拉夫 战争结束之后 很难想象欧洲会有战争 换来永恒的自由和民主 还有均富 我们说的社会争议 当然它不是天堂 它未来一定会有哲学的困惑 就是它爬到山顶以后怎么办 它那么多的养老 它的民主机制是不是成熟 如果说经济成熟不了 经济发展不了 是不是老百姓的一种保守情绪 新纳粹 极有情绪又会起来 通过民主机制 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演变空 没有三十到五十年 它不会看出来 而且它很特别就是欧洲 你比如说我们从常识 现在这么来判断 你很难想象 就是从可见的将来 你很难想象欧洲 特别是中欧到西欧那一块 还会打仗 不可能 你觉得你想象一下 你能想象英国跟法国 德国还要再打一场仗吗 这已经变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就好像成熟了很多 对 就它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 即使要保持共同的货币 共同的边界 是吧 另外一个是一种智慧上的提升 没错 因为过去能打仗 无非就像小孩一样 为了抢点玩具 大家为了争夺的能源 争夺的空间 打一架 那胜者就必得 但是现在自从德法联盟之后 欧洲联盟之后 它会有另外一种游戏规则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 共同的进行隐性的竞争 但是可以 可以食指紧扣 你这个食指分开的时候 你斩别人的五个手指 斩得很容易 你食指紧扣呢 你斩到别人 把自己五个手指也斩掉 这是一种智慧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人类的一种 一种智慧的一种 另外一种提升 所以你看 我记得有一个中国学者 他也是旅欧的 他跟我聊 他对法国的一个印象 他说你看 为什么中国人 老容易那么个牛 牛插红红的 或者说动不动就起纷争 就抗争 要你死我活 他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他说我在法国 建党不是这样 他说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离那个革命 离那个战争的年代 还是嫌尽 才几十年 刚刚硝烟散尽 没几十年 从历史的跨度看 法国那个 他大革命流血断头台 那是1789年的什么事 他说他们离那个 已经很远了 所以这个人呢 状态上 记忆上 跟我们所处的这个感觉 对 我们现在是平常社会 使用的语言 还残留着战斗性的语言 对 而且关键呢 我们有一种悲情 我们过去 过去两百年衰败嘛 衰败很久 然后现在要重新起来 重新起来 一定要达到那个顶峰 然后我们要尝到 所有达到顶峰以后的 所有的好处和坏处之后 我们才能宣传过一平 就有点那个什么 把失去的面子 全都给挣回来 他有点 当然也不能这样说 但是 但是他们呢 已经经历过 所有的这一切了 已经到了山顶 他们现在是处于 经济上 体力上都处于下坡 就像老人一样的 老人会很有沧桑感 会很有智慧 年轻人 少年薪资 肌肉很发达 但是他说 你没经历过的 我一定要去经历 三美梁体操 少年中国 但是老年人 可能也容易有成见 所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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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对中国的 这个印象 到底是个什么国家 就是他会觉得 这国家不太靠谱 或者说假货遍地 他是这么个印象 还是说什么 首先我讲德国 德国可能是欧洲里面 一个蛮有代表的 因为其他国家 英国和法国 首先第一 他的个性 民族性格不同 另外一个 法国和英国 相对比德国过去要成熟 因为他有这个 法国贵民 自然界贵民 所以这个希特勒 只能产生在德国 因为德国当年也是 在崛起的时候 后进国家 后进国家 而且关键是 他的思想很毛 老百姓 德国和法国崛起的时候 当然这点 跟中国不一定能类比 就是都是缺乏 集体民众心理的成熟 他没有思想启蒙的进程 所以当德国到 20世纪初的时候 当他肌肉很发达了 经济军力很发达 但他的人民薪资 还是少年薪资 一夜直接醒过来 全世界的市场 都被基督华家占领了 于是他就开始 那时候他的军事实力 完全已经达到 能够发动 一次大战的地步了 于是后面就 20世纪上半夜的悲剧都来了 都是由德国起来了 这就是我称之为少年薪资 那么有了这么一个经历 再加上德国人的民族性格 有一种德意志的彻底性 他用德意志彻底性 他要杀纳粹杀得很彻底 他要反思历史 也反思得特别彻底 他把家里头的东西 弄得紧紧有条很彻底 德意志民族的彻底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反思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以德国人的语言来说 尤其在柏林 他上个世纪经历过两个 两个他们叫Dictature 两个就是那个独裁 一个是纳粹 一个他们把后来的东德 也称为独裁 所以在他一个首都 同时在几十年时间里 经历过两个独裁 所以他对所谓 用他们的语言来说 那种独裁政体 他怀疑天然的反感 天然的敏感 天然的敏锐 这是他的偏见 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是你们的 这是你们的历史记忆 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历史记 OK 你们历史记忆过去 一个是纳粹我们不谈了 另外一个东德 苏联都在你们近邻的 你们只有跟这些国家 跟这些政权打交经验 所以你们把过去的东西 以你们的范畴套到 今天中国 中国也是独裁 但中国我们暂且说 是不是独裁 中国至少是另一种政体 另一种发展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 连我们中国人自己 都很难解释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你们哪懂啊 他们也在搞 有欧洲特色的社会 中国人自己也不懂 没三言行 广告绝口见 那我作为爱国愤青人 也问一句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大心眼 得瞧不上我们 瞧不起我们 觉得我们不干净 不礼貌 他现在是 就像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古典的中国 他们很崇拜 是他们的老师 一个是现代中国 他们瞧不起的 欧洲人的 尤其德国人眼中的中国 有好多中国 一种也是古典的中国 是他们崇拜的 那现在已经很少 有欧洲人了解了 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部分意识形态 理念或者偏见 认为这是所谓独裁啊 或者没有自由啊 但是我就跟他们解释 这是一个另外的中国 连中国人自己都无法解释 你可以说在某些领域 中国人民还没有享有 西方那么多的自由 我们承认 但在某些领域 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 甚至超过一个西方 法治国家享有的自由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 无序状态 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你混沌 你们必须要看到的 一种自由 是吧 另外就是 至于中国的模式 你们不可能从西方的 概念 西方的过去历史 去找一个范本 这个范本是法国的范本 纳粹的范本 苏联的范本 然后套到今天中国 不适用的 他们要叫 我们是未来 就有点教条主义 对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面对中国呢 就一种五味杂成的一种形态 也有了 这就后来我就把话 我就把话挑明了 有没有文化 文化这个傲慢主义 有没有欧洲西方中心主义 当我提出这问题之后 其实大家开始沉默了 开始沉默了 当之前大家为了很多意识形态 为意识形态某一个小的议题 开始吵得不可干 这很容易的嘛 大家只把细节拿出来 我的你的 但是一旦进入深层 每个人闻心自问 我有没有悲情 你有没有傲慢 当你的傲慢 遇到我的悲情 我们是两个不同的 历史文化政治系统里面的 都不能活在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的沉默 往往胜过千言万语的争吵 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 欧洲几个国家的性格 就虽然民族性这个讲法不靠谱 但是你还是能够 大约区分出他们的不同 德国对中国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 法国人对中国又是另一套 因为法国呢 有一帮就是以前的左翼 是年代的那帮左翼 他们很崇拜毛泽东 对 他们本能的觉得 中国搞的革命 跟他们的法国大革命呢 是血脉相连 因为法国人是有革命记忆 虽然你说早就过去了 但有革命记忆 所以呢 他就一直一方面觉得 中国很古老 有文明 所以他以前很爱中国 第二方面就是 而且还是一个革命传统的 古老文明 所以他又有一种 特别的亲近感 那么但现在呢 就很多法国的老左呢 我碰到一些很好玩 他们现在不喜欢中国的旅游 居然是因为中国不革命了 这不行 没有继续革命 对 这怎么搞的 这种希望于中国 前历史六八年的中国的文革 红卫兵啊 是影响了一代欧洲 但是你看啊 我有时候作为法国人 我不是法国人 不是 看你也自我 自我定位混 法国人 你不真自由吗 哪看我们中国人民 有翻版的自由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平常看一些报道 我就觉得作为法国人 或者德国人 比如他看到 中国游客过去 好像在LV包 那个店门口排队 那这大把大撒金钱 一大包小包 一堆LV 或者是在博物馆里 咱们就讲 大清喧哗的时候 那么他们也不太了解 中国也没去过 他看到这样一些中国人 你觉得会形成 他心里对我们这个民族 目前阶段的一个印象吗 要看的 我认为这个倒不是 问题的本质了 当然会有一些 比较狭隘的人 都会觉得 这比较粗粒 但是也有些人会觉得 这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我倒是觉得 我看到我的同胞 那个时候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会觉得 这也蛮可爱的 它是一个发展阶段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